那它的正确做法 你把前面我们找到的这些错误 都给它正确的写出来 小气块产品零期不小于28天 气主石表面不得有浮水 单排孔小气块搭窃长度 应该是块体长度的二分之一 对气体的树下挥风 沙江饱满度也不低于静面积的90% 它的水平和这个树下呢 对小气块来讲都要求90% 第五条顶气应该是填充墙气主 14天以后再进行 第六条临时施工洞口静宽 不应该超过一名 这是气体的一些考法 好下面我们来看案例二 某综合楼工程 地下三层 地上二十层 总建筑面积是六万八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 灌柱桩板基础 现胶混凝土矿简结构 这里边基础桩设计桩镜给出来 长度是35到42米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C30 共计900根 施工单位呢 编制装机施工方案中列明 采用泥浆户壁城口 这就是泥浆户壁钻孔灌柱桩 导管法水下胶筑 C30混凝土 我们知道 对于水下胶筑 混凝土 它的墙的等级是应该提高的 那按照教材的原文 是提高等级设置 按照2015版的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说得很清楚 水下胶筑混凝土 灌柱桩 如果它的混凝土墙都是 C20 C30 C25 C30 C35 这三个级别 要求水下胶筑混凝土的时候 强度等级是提高一级的 为啥要提高 我们知道 你水下胶筑的这个混凝土 强度等级上的慢 它跟在标样式养护的标样式块 强度等级 它不能同步的 因为水下你毕竟温度低 所以你胶完之后 强度上的比较慢 所以我们在具体胶筑的时候 要去提高一级 如果设计图置是C20 C25 C30 C35 这三种级别 你又提高一级 当然如果说咱们的设计图纸上是C40 C45 C50 那这个时候要求提高两级 这都不是提高一级 提高两级 因为这个图纸上是C30 所以提高一级就可以 这个应该叫C35 施工工艺的流程是这样的 你将户币灌孔灌装 它的流程 第一个是场地平等 第二个是装备放线 是吧 第三个开挖 僵持 兼钩 第四个呢 要户筒埋设 要注意它这个户筒埋设 跟咱们低下连墙 那个倒墙 性质是一样的 实际上都是来保护 捆口不发生坍塌 要求它这个户筒的高度 跟咱们简离墙 倒墙那个高度是一致的 都不得小一米二 装机就位 是吧 孔位校正 然后开始乘孔 泥浆循环 清除废浆 泥浆 这里面要注意清孔换浆 中孔验兽 中孔验兽完之后 下一步 这就是重要的考点 我们要下钢筋龙和钢导管 但是下完钢筋龙和钢导管 能不能立马浇注水下混凝土呢 这个不可以 我们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这样 就下完钢筋龙和钢导管之后 立马浇水下混凝土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下完钢筋龙和钢导管之后 有可能在下钢筋龙导管的过程中 导致孔壁坍塌 所以这个时候要进行二次清空 因为如果这个沉渣 你不能清除干净的话 将来这个沉渣越厚 它对整个装机承载之后 产生的变形影响会越大 它沉降就越大 所以要进行二次清空 二次清空完之后 就要住水下混凝土乘装 所以这个程序是对的 但是这个是个潜在的考点 施工时 钻孔内泥浆面 高出地面 地下水位0.5米 这个要对 这个也是个正确的 你要注意 在施工时 钻孔内泥浆页面 要高出地下水位0.5米 灌柱时 装顶混凝土面 超过设计别高500 注意 咱们现在按照第二张 泥浆户壁钻孔灌柱 新的胶材规定 第二张这一块 提出来要超贯1米 这些500是不对的 每两个装流 这一组混凝土是块 装它的混凝土是块流至 我们是以连续交入50方 同一配比的混凝土 作为界限的 当然如果每根装 它的混凝土量不到50方的话 每根装流至一组 这个大家很容易算出来 装径是800 装径是800 那也就是说它的半径是0.4米 直径0.8 半径是0.4 你用π 3.14乘以π 就是π2的平方 3.14乘上0.4的平方 这就是底面 底面你存量高 最长的是42 这个大家算一下 发现它根本就没有50方 也就是说 一根装 它的体积小于50方 所以每根装 应该留一组混凝土事件 不是每两根装 这是错误的 成装后按总装上的20% 对装饰质量进行检测 不是20% 是30%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设计等级为夹击 这里面说的很清楚 地基础设计等级是假计 那按总装上 0.1% 对承载力进行检验 这个不是0.1% 是1% 监理工程审查时认为 方案存在错误 要求施工当整改后 重新上报 所以这个错误 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第一个错误 就是导管发水下浇筑 C30的混凝土 这个错了 第二个错误 是我们换柱时 超贯了500 这个错 第三个是 每两根装留一组 这个也错 第四个错呢 是装身质量检测的时候 不是装收到20% 应该是30% 当然第五个错 是承载力检测的时候 至少1% 好 问题 指出装机施工方案中 错误之处 并分别写出相应的 争取做法 好 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讲的就是 让你指出错误 指出错误之处 分别写出争取做法 这个是给分的 你指出错误也是给分的 好 大家来看 错误之一 水下灌注C30的混凝土 那正确做法是 水下应该灌注C35 因为这时候 水下灌注的混凝土 应该提高一个等级 C25 C30 C35 都要提高一个等级 你设计的是C30 提高一个等级 C35 或者说你说 水下混凝土 应提高等级 也行 错误之二呢 装顶混凝土面 超过设计别高500 正确做法是 水下灌注 应该超贯1米 好 第三个 错误之三 每两根庄 留至一组混凝土 时间 正确做法 每交注50方 装机 混凝土 必须有一组时间 小于50方的庄 每根庄 必须有一组时间 该工程 每根灌注量 不足50方 故 每根庄 留一组时间 所以前面呢 我想它这是一个 规范的规定 这个规定是为了 让大家拓展知识面 那正确你答题的时候 不需要写这么长 正确答题的时候 就这一句话 每根庄 留一组混凝土 时间 好 第四个 第四个错误是 总装社20%出查 对装生质量进行检验 那正确做法 对甲级设计的 它不少于总装的30% 且不少于多少根 20根 装生质量检测 只要地基基础 设计等级是甲级 那就应该是 不少于总说的30% 且不少于20根 那第五个错误呢 就是按总装社的0.1% 对承载力进行检验 对于第一处设计等级是甲级 它应该是不少于总说的1% 且不少于几根 三根 当总装社不少于50根时 它不少于两根 好 这是整个对咱们 泥浆户壁 钻孔 灌柱 桩 相应的知识点 把第一章和第三章 合在一起进行考核 那下面我们来看 考核的第二问 设计图纸中某型号钢筋 市场近期一直缺货 很难买到 施工单位在真的 监力单位同意后 用另一种市场 供应充足的钢筋进行代换 要注意 钢筋代换 不是监力单位 同不同意的问题 钢筋代换 我们必须经过设计单位同意 施工过程中 进场验收合格的 另一型号钢筋 在焊接时发现 存在焊接性能不良 那如果存在焊接性能不良的问题 监力工程师 应该暂停该批钢筋的使用 要求增加原材检测项目 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那检测什么样的原材检测项目呢 应该增加化学成分的检测 监力工程师在巡视大会议厅 钢筋安装过程中 又发现呢 它的主梁次梁楼板交叉处 钢筋摆放上下位置不符合要求 则定整改 上下摆放这个位置非常清楚 应该是板的钢筋在上 次梁聚中 主梁在下 胶筑混淆土之前 按规定进行了隐蔽工程的验收 我们来看这个题问的是什么 问题 钢筋代换的程序是否正确 那当然是不正确的 它不是说经过监力的同意 钢筋代换需要经过设计单位的同意 钢筋代换的原则 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原则有两个 一个是等面积代换 一个等墙的代换 但是具体的要求有几句话 一会我们看 按揭力工程要求增加哪些钢筋原材检查项目 化学成分 写出大会议厅主梁次梁楼板交叉柱 摆放位置 那最后一个 钢筋隐蔽工程验收的内容 包括哪些 好 我们来看 第一 它的代换程序肯定不正确 当需要进行钢筋代换时 经得设计单位同意 并办理设计变更手续 第二个 钢筋代换的原则 它具体的要求 我们知道 它有等墙的代换和等面积代换 这两种 如果构建 配金受强度控制时 那就按钢筋代换墙后 强度相等的原则 来进行代换 当构建按最小配金率配金 或者同钢号之间 你比如说 你原来图纸上是四根 三级钢二十 现在你同样想用三级钢的二十二的 代替这个三级钢的二十的 同钢号之间 你只需要墙后面积相等就可以 是吧 所以同钢号之间 按钢筋代换墙后 面积相等的原则 进行代换 所以它的原则有具体的规定 如果受强度控制 按钢筋代换 前后强度相等原则 但构建按最小配金率 是吧 或者同钢号 那就按面积相等的原则 什么叫强度控制 你如果前面你这个钢筋 是四根二十 三级钢 现在你非得用二级钢来代替它 用二级钢的二十来代替它 那因为你三级钢 它的区负强度是四百 设计参考区负强度 是吧 你这是个AS1 它的减密面积 ASE 那你要是用二级钢 是335 你这是AS2 所以你要是这样 四百乘上ASE 小一等于335乘AS2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后面这个钢筋的减密面积 求出来 但是对 它这个代换 是用强度来控制的 你是用你的 区负强度承受减密面积 是用这个来控制 所以说 这是不同钢号的钢筋 它是用强度来控制 你就要用强厚强度相等 当然如果最小配金率 最小配金率 我们知道 如果最小配金率 它等于一个配金的结面面积 除上一个构件的结面尺寸 构件的结面尺寸 这是一定的 你如果按照最小配金率配置的话 那就是AS必须一定 那你强厚 最小配金率 它可不管你是这个几几钢 它只管你你钢筋的结面面积 除上一个构件的结面面积 那你就这时候 强厚面积相等 不行 同钢号也是面积相等 当构件受裂缝宽度 或饶度控制的时候 带换墙后 还要进行裂缝宽度 和脑度演算 好 第三小问呢 它按监力工程要求 增加个原材料检测项目 是化学成分检验 因为我们有这么一句话 当发现钢筋脆断 焊接性能不良 或者力学性能显著不正常 现象死 应该停止使用该皮钢筋 并对该皮钢筋进行什么检验 化学成分检验 或其他专项检验 好 第四小问 主粮次粮楼板交下处 钢筋正确的摆放位置是 板的钢筋在上 次粮钢筋居中 主粮钢筋在下 五 在胶筑混凝土之前 应进行钢筋隐蔽工程的验收 其内容包括哪些 隐蔽工程的验收的内容包括 第一个 纵向受力钢筋 它的排号 规格 数量 位置 第二个 钢筋的连接的方式 接头的位置 接头的质量 接头面积的百分率 搭接长度 毛固方式 及毛固长度 第三个 对于固筋 横向钢筋 它的排号 规格数量 兼具位置 固筋 固筋 弯钩的 弯折角度 及平段长度 当然 第四个 我们要考虑 预霉件 它的规格 数量 和位置 这个隐蔽工程 验收 09年 一件曾经考过这个题目 这么多年也没有考 我想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钢筋隐蔽工程 钢筋 无非就 纵向钢筋 横向钢筋 你纵向钢筋的话 你比如说 咱们 平法图级上 平法图纸上 主要是现在咱们的结构图 上面它是用平法标注的 那你在图纸上 数字看图纸 这个图纸上的牌号 实际上就是钢筋 是HRB4001 还是HRB3351 这种牌号 规格就是直径 图纸上也能看到 数量的有几个 也能看到 位置它是上波 梁的上波 中间的下波 都能看到 所以牌号 规格 数量 位置 这个在图纸上都能搞定 第二个是钢筋 它的连接方式 接头 接头质量 包括接头面积 百分率 搭接长度 毛固方式 直毛弯毛 毛固长度 这些都是在图级上 构造 看平法 在图级上 当然跟纵向钢筋 相处于的是横向钢筋 你比如说 钩筋 钓筋 横向钢筋 同样它的排号 规格数量 间距 位置 尤其是钩筋 它的弯钩长度 弯钩的角度 及平转长度 弯钩角度 对抗震要求 不少135度 非抗震要求90度 当然 抗震要求的 它的平转长度 是10倍低 对于霾键 规格数量 位置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设计第三问 2016年1月2日 水泥进厂 同一厂家 同一品种 同一等级 连续进厂 大尔庄600吨水泥 相部对这批水泥 按照每500吨 一个检验皮 进行了检测 大尔庄水泥 200吨一个检验皮 散装水泥500吨 所以这个有问题 三个月后 该批水泥 还剩有20吨 相部没有再次检测 就用于7组工程 不对 水泥超过三个月 是要复试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问题 针对水泥 使用过程的不妥之处 分别说明理由 这个问题 是针对不妥 让大家分别说明理由 说得很清楚 你就不用再写不妥了 当然你写出来 也行 是吧 也不会给分 水泥进厂 要做哪些指标的检测 我们来看 不妥一 就写出来 写出来反正不要分 不要分 相部对这批 袋装水泥 按照 每500吨一个检浴 委托了检测 那这个不妥 理由是啥呢 同一厂家 同一品种 同一等级 连续经常的水泥 袋装不超过 200吨是一个检浴 散装不超过 500吨是一个检浴 好 第二个不妥 三个月后 该批水泥还剩20吨 相部没有再次检测 运用气质工程 这个显然不对 但在使用中 对水泥质量有怀疑 或水泥质场超过三个月 当然 快应硅三原水泥超过一个月 这时候都要进行复视 应该按照复视的结果去使用 水泥经常应该检测哪些指标呢 应该对水泥的强度 强度就是抗压抗制强度 它的安定性凝结时间 以及其他必要的指标来进行检验 好 第四文 2016年9月1日下午5点 相部向监理工程师提交了 一楼混凝土胶筑申请板 9月2日上午8点开始 监理现场检查 9点结束后 签认同意胶筑 那所以 这个混凝土胶筑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胶筑申请 而且监理要下发胶筑令 这是有严格的程序 15点30分 一辆载有商品混凝土半合物的搅拌车 到达施工现场 随车人员向项目提交了 混凝土质量合格证等书面文件 筑墙混凝土胶筑时 项目制定了防止离析的措施 这个问题是 混凝土胶筑前 应先检查验手哪些工作 预办混凝土服饰内容及要求有哪些 那么筑墙混凝土胶筑时 防止离析的措施有哪些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混凝土胶筑前 应检查验手的工作有 第一个 隐蔽工程验手和技术复合 因为你刚进隐蔽工程验手完了 这是我们在交混凝土 第二个 是要进行技术交底的 每个重要工序之前 都要进行技术交底 当然第三个 根据施工方案的技术要求 检查并确认施工现场 是不是具备实施条件 施工现场高压线 还没有进行隔离防护 你就开始过来蹦车 交混凝土 很容易发生触电火灾 所以说 这时候要确认施工现场 具备实施条件 当然第四个 你要填报申请单 经建立工程师签认 下发交注令 才能交注 这次混凝土交注前 应检查验手的四项工作 第一 银奖合格 第二 技术交底 第三 现场具备条件 第四 申请发交注令 好 第二小问 预办混凝土 它进场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检查哪些项目 对于预办混凝土进场 要检查预办混凝土 出场合格证书 即配套的 水泥 砂 石子 外加剂 仓合料 等 原材复试报告 和合格证 对于混凝土 配合笔单 包括 混凝土事件的强度报告 这是预办混凝土 我们要进场验收的项目 再明确一下 第一个是出场合格证 第二个是原材报告和合格证 第三个原材复试报告 要注意这是原材的复试报告 第一 合格证 第三个混凝土的配合笔单 第四个事件的强度报告 第三小问 筑墙模板内混凝土焦注时 当无可靠措施保证 混凝土不产生离席 其自由倾落高度 应该符合什么样的规定 那 自由倾落高度 咱们2111版 2011版的施工规范上 是这样说的 他说出骨料历径 大于25 回忆超过3米 当然出骨料历径 如果小于等于25 数值下落不要超过6米 当然 如果这个高度满足不了 我们需要加串统 六管 六槽等装置 槽统管 专制离席 这三个专门来制离席 所谓离席 那就是粗细骨料的分离 你高度越高 将来石子跟水泥沙浆分离的概率越大 好 好 本讲 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